中国南兰十二人大名单确定 乔率选人出乎意料 球迷惊讶 北京时间2月23日 中国南兰将在主场迎战哈萨克斯坦南兰 就在昨天 中国南兰十二人大名单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 但是这次的十二人大名单又一次让所有球迷惊差不已 出乎人们的意料 只能说这位新阳帅的用人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让人防不胜防 意想不到 人们普遍认为的铁打风险胡金秋和小将曾凡博被弃之不用 这将二将吴钱和陈帅鹏也遭淘汰 胡明轩和赵继伟继续强势入选 十二人大名单分别是 郭艾伦 赵继伟 赵锐 胡明轩 随勇 张震林 周鹏 朱俊龙 朱续航 焦伯乔 王哲林 朱琪 从乔尔杰伟齐所选的十二人大名单来看 他是用了一个四后卫武封线三内线的阵容 还是兼职以封线为主的策略 那么四名遭淘汰的球员具体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分析分析 吴钱和陈帅鹏两名都是后卫球员 因为这期的国家队在后卫线可谓是人才积极 相比之下吴钱身体偏弱 虽然投射能力比较出众 但在国际比赛中 没有身体对抗会比较吃亏 特点也很难有所发挥 而陈帅鹏是没有鲜明的特点 这可能他被淘汰的原因 封线方面 胡金秋和曾凡博遭淘汰的原因让人费解 曾凡博是中国南篮刚刚崛起的新星 迫切需要时间和这种国际大赛来证明自己 这次没有入选 可能是因为身体对抗能力的原因 同为新人的焦博乔和崔永熙 可能因为他们的对抗能力和防守能力得到了乔尔杰维奇的信任 因为乔尔杰维奇是一个非常注重防守能力的教练 而胡金秋落选 可能是因为防守能力和三分球投射能力达不到乔尔杰维奇的要求 而胡明轩入选同样给球迷带来了不解 可能是他的防守能力比较强吧 还具有很强的进攻欲望 这正好符合乔尔杰维奇的战术理念 而赵继伟具备在球场上串联球队和组织进攻的能力 所以国家对任何时候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但是后卫线四名球员中 乔尔杰维奇主要是以郭艾伦和赵瑞为主 赵继伟和胡明轩应该是作为轮换球员 目前从哈萨克斯坦公布的12人大名单来看 综合实力与中国南篮美法相比 只要中国南篮正常发挥 赢下这场比赛应该是在意料之中 感谢观看